一致保護我們的神 好 那我們就來分享 我們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壓力來了 我該怎麼辦 我們就是這兩個月都是一個怎麼辦的系列 那的確我們生命當中 會遇到很多的時刻都會怎麼辦 而壓力更是無處不在 不管小或大 那我們沒有要講說 你的 我想今天不是要特別來分享說 我是一個壓力很大的 或是我沒什麼壓力或什麼 而是當我們在面對 不同的壓力情況底下 面對壓力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樣來與神 來帶到神的面前來 很多時候我們會用我們自己過去人的一個方法 或我們習慣的樣式來處理 但是其實在聖經裡面 在神的話語裡面 祂有教導我們要怎麼來面對 而壓力的確隨時隨地都在 而且真的是無處不在 就是你 而且甚至可能你在剛過來的時候 或者就像現在有些人可能就處在一個壓力 像我今天早上 我記錯時間了 我以為今天早上要私肢訓練 結果我一來 沒有私肢訓練是下午好 那我就想說那真的毫無壓力 我可以好好的預備 但是因為我整個鼻塞已經到了一個地步 然後喉嚨痛到 然後又反覆發燒的大概兩三天這樣 然後他們說不然就去看醫生 結果我就看醫生了 結果壓力來了 那個醫院的診所算離這很近 我大概走十分鐘就到 但大爆滿 然後我想說不會吧 我就九點半等 一定十一點一定OK啊 結果我到十點四十分才看到我這一個人 我從九點半去到十點 然後呢 這就是一個我就開始有時間壓力的 第二個其實呢 我們去的部分大部分都是 耳鼻歐科都是小朋友在生病 所以每一間整間都有不定期的哀嚎聲 哀嚎啊 就是這樣 哀嚎啊 就是這樣 那本人呢 也是屬於看醫生 也是屬於小朋友等級的 所以我一進去呢 我就坐 他說你就坐著 坐著 醫生離我有點距離 然後我往旁邊看 一排的刑具 就是 你知道嗎 大概就那些壓喉嚨都什麼 那我就開始屬於正經為座 他說不用擔心喔 然後就開始問問問 他一走過來 我就直接從椅子旁邊躺開 結果他嚇到說 小姐你怎麼了 我說 這些事要用在誰身上 我們等一下看情形用這樣 你不要太緊張 我就說 我是小朋友等級的 喔小朋友等級的 好那你慢慢來 OK 那還好啦 就是還算可以接受的範圍 那當然就是一個喉嚨極大的發言這樣 他就說 喔你喉嚨真的很紅腫 你等一下要講話嗎 我說要講話 他說你要盡量少講話多休息喔 我說嗯好的 他就是一個 好像隨時隨地就會有一個 我有一個時間的壓力 我有一個等一下 我上台的狀況 因為其實我 前面都一直在咳嗽 但我剛剛禱告神 我說主 你要幫助我 至少在這一個半小時內好了 可以不要咳 謝謝 對阿妹 所以我剛剛都沒有咳 是不是鼻涕也不要流 因為我個人蠻在乎形象 我有形象上的壓力 我很怕這樣鼻涕流下來的時候 我人生會覺得我毀了 所以壓力它其實隨時隨在沒有什麼大的或小的 就是我們人生就是在面對這樣的一個情況和壓力 然後呢我們就在網路上找了一個就是你可以做一個壓力測試表 但這是給大家看看玩玩 因為也會常常有一些人說沒有啊我不覺得我生命有壓力啊 我不覺得我人生有壓力 當你沒有去理解或者沒有去察覺你生命中的一些狀況的時候 你的身體就會幫你反應過來 所以有些人他容易有胃部的疼痛啊 容易有腸躁啊 這些都是有腸的躁動 或者是其實我們也很明白很多癌症的發作 也是來自於一個壓力的一個病源 但是你會聽到有些人都覺得我沒有啊我很好啊 但他可能是會在身體 那這沒有一定要做只是說如果大家測試說 我是不是一個有壓力的人可以上網查一下 那但是在這裡壓力也表示請不要誤會他 什麼意思呢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壓力總是有害的 但我們理解其實事實的壓力既然它是壓嘛 它就在推動你 是一個是一個它會幫助你在你的事情上面是有動力的 一個如果都沒有壓力的人 為什麼我們要常常 不管我們學生的時候我們寫作業會壓一個什麼 老司什麼時候說要說作業 然後呢公司的時候也會有一些一定都會有些時程 有一些一定要在什麼時間內做完 你沒有這些的時候你把這些都拋開 你就會發現你人生太自由自在到一種 我們不用現在寫啊 我晚一點再寫就好啦 我晚一點 也不用寫沒關係啊 老師也沒有說一定要教啊 我們就沒有那個成長 或者你要自己往前動這件事 人基本上都是屬於比較安逸型的 就是所謂那個什麼 能做著就不要站 能躺著就不要做 應該很多人都有類似這樣的狀況吧 我最近也在上那個諮商的那個學校這樣 然後老師就有說 我們在明年的幾號之前要交十篇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我很多作業都是十篇十二篇這樣 但老師就千交代萬交代提醒 大家 雖然我沒有把每一篇作業壓一個daylight 我只壓一個全部作業的daylight 但請大家不要在一個月內集中 把最後的所有十篇都寫完 因為那會毫無 因為我們上這種智商的課程 都是你去幫助別人 或者你要察覺你自己 然後你要寫得比較深入一點 所以老師說如果你最後一個月 或最後十天才在一天寫一篇 應該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好 那種什麼內涵 或者是一些深度可以看這樣 老師就會提醒我們 因為人一旦沒有每一篇 或每一週的一個習慣 就會壓到最後 所以有壓力這件事情 其實壓力這兩個字 並不是一個負面的詞句 而是你怎麼樣來面對它 才是一個重點 所以請不要誤會壓力 事實有一些的壓力 需要給點壓力 都是很正常 而且是好的 才能促進我們成長 第二個壓力應該完全避免 剛剛竟然就講到它 是可以幫助我們成長的 那你也無法避免它 它就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你要小到說 今天我看到了那個過紅綠燈 看到只剩下五秒 但以我的腿長大概要走七秒 它也是一種壓力 於是有人就要小跑步起來 但你會看到有一些 就算剩三秒 它還是大爺這樣慢慢的走啊走啊走 即便走到中間變綠燈了 大家嗶嗶嗶 它還是有它的有條 我不能這樣走過去 有些人可能生活就是自帶壓力 只有我自己可以給 別人不能給的這種狀況 但表示一件事是 壓力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你現在光想 你就會有很多的 等一下要面對的 或者有一些事情的 不管或大或小的壓力 在你的生命當中 它完全無法避免 所以你不應該試圖是消滅它 你不應該試圖消滅它 而是要想一下是 我要怎麼樣來應對 然後最後一個 壓力表示我們無人 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會有壓力 就是因為我沒有辦法 掌控所有的事情 我沒有辦法面對這件事情 我沒有辦法勝過它 所以我有壓力 錯 這本來就不是應該這樣 我們生命中有很多的挑戰跟學習 而這些壓力是 等一下我們會特別說到 其實很多時候 壓力所在之處 是你所在意之處 並不是它是展現你沒有能力的時刻 而是因為你在意它 就像有些人 就像我剛剛講的 因為我形象上的壓力 可是有些人可能沒有 他覺得 我一邊講到一邊流鼻水 他都覺得他這樣照帥無誤 就盛世美言 但我不行 我只要一滴 我覺得燒到流出來 我就要趕快 因為我真的太在意了 因為我在意我的形象 OK 好 所以壓力並不是表示我們無人 所以我們要先脫掉 這三個錯誤的觀點就是 壓力是有害的 有沒有 它是中性的 你怎麼面對最重要 它也無法完全避免 因為人生不可能沒有壓力 一個毫無壓力的人生 你知道你有沒有聽過一種 壓力叫做一成不變的壓力 就是當你毫無壓力了 它仍然是一種壓力 因為你覺得人生 就像剛剛阿德他說 我每天早上做著一樣的事 中午一樣的事 晚上 其實他突然間覺得 這也滿有壓力的 一種好像自己沒有成長 沒有改變 然後世界就是長這樣的一種壓力 所以你以為安逸 沒有壓力的人生 就是一個最棒的人生嗎 不 人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那你真的 什麼都好像沒有什麼事 然後整天就是吃喝玩樂的時候 你就會有另外一種 我好像毫無成長的壓力 如果你覺得真的會這樣嗎 你可以花一個禮拜試試看 就什麼事都不要做 整天就是吃喝玩樂 搞不好你還有另外一種壓力 就是要玩什麼的壓力 因為已經玩過了 所以它不可能完全的消滅 它就在你的生命當中 不代表你無能 而是要幫助我們變得更強 所以壓力來了 表示它是一個成長的機會 要幫助你可以往前再推進 然後呢 你可以去激發你學習新的技能 跟提升自我 雖然我們會覺得 應該是說我們 我相信在所有人的生命裡 我們都是很想要往前進的 但只是說在這往前進的過程當中 都會代表你會有時間 跟你學習 或你成長上的壓力 就像我最近說我去 我從我被諮商 到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棒的一件事 所以我要成為 學習一個可以諮商別人的 我要開始上課了 那我原本想說上個課而已嘛 應該也還好 然後我上個月開學 它就把我們這兩年的課程 都講完 然後時間上我想 天啊 這是多麼大的壓力 我開學的當天 我就有一種想退學的一種 渴望 因為包含著不管是 學術的課程 然後還要操練 你每上一個課程 你就要去找人家操練 那這些都是要寫的 所以你不能說 我就上完課之後 然後我不要跟人家操練這樣 它是一個時間的花費 然後還要找到 可以跟你諮商的人 然後你還有平常的工作要做 但是我回頭 我兩年還沒過嘛 因為我們現在正在學習 那也正在上第一門 我們現在才上到第二堂課 我就必須表達一件事情說 我覺得 雖然它真的滿有 對我來說有時間上的壓力 跟工作上面的一個安排 但是每次在上課當中 我都會告訴自己說 這件事我的決定是好的 因為兩年後 我可以在這個上面有一個極大的成長 它不只可以運用在我的生命裡頭 也讓我可以成為別人的一個幫助和祝福 所以壓力來了 表示它是一個成長的機會 再來 就像我剛說的 壓力來表示你關心這件事 因為你在意這件事 這是你心中所追求的 然後第三個就是 壓力正表示你正走在舒適圈 然後這是成長的一個重要步驟 我們常會說 我們要跨出我們的舒適圈 雖然很多人覺得這也不容易 而且我那一天聽到什麼 我也是年輕人 所以我都會劃那個短視頻 然後有一群原住民 就有一個原住民主持人 他常常會去原住民的部落活動裡頭 就說訪問他們人生的京劇 那我就聽到有一個小姐姐 她講的京劇很好笑 她說 你要趕快踏入你的舒適圈 踏出你的舒適圈 然後呢 然後那個人講說 我是要你們講人生京劇 就是她覺得原住民都會很苦手 她說沒有我還有下一句 你要趕快踏出你的舒適圈 我才能走進那個舒適圈 你出去了 我就可以進去了 這是一個玩笑話 我們都希望 待在舒服的地方是 最不容易 覺得被冒犯 或覺得最安全 就是你人生最保守的時刻 可是你生命中裡面 都有一個渴望 是我希望我成長 那只是怎麼樣去脫離這個舒適圈 怎麼樣去面對壓力 這很重要 也不是說為了要成長 跟為了要走出舒適圈 所以我現在要讓給自己極大的壓力 因為如果我們不知道怎麼樣 跟著神一起來面對這壓力 那這壓力倒不如不要 因為它可能成為壓垮你情緒 或者壓垮你身體的那一根稻草 所以我們來看 那壓力到底從哪裡來 這個字有一點小 但它的重點不是要你們背起來或幹嘛 只是讓你可以去理解 甚至等一下 在我們最後的禱告的時候 你也可以看 在你的生命裡頭 哪一些是最容易造成你壓力緣的 它分為七個部分 第一個當然是個人的壓力來源 那個人的壓力有什麼 有健康的問題 像我這兩天就有健康的問題 因為有服飾上 因為要服飾 所以有健康的問題 就會對我來說是個壓力 我幾乎這兩天 幾乎都攤在家裡面 可是那個處理公事的電話 還有就是要出來的 這個就是一種壓力這樣 然後自我的期望 完美主義 財務的壓力 這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 或多或少有一些的經歷到 職場的壓力來源有什麼 工作量 責任 還有職場的人際關係也是一種壓力 特別如果不愛跟人家 不愛跟人家社群的 那就更是一種壓力了 然後職業的發展 未來啊 升遷啊 這都是 然後家庭的壓力來源 有夫妻的 有婚姻 有育兒的 有家庭責任 特別如果有要照顧年長者的 它某方面也是一種壓力 是時間 體力 心理的壓力 還有面對家庭成員的期望 那還有社會的壓力 社會的期望 社會的角色和文化規範 什麼叫做社會的期望很簡單 但現在還好 但是如好以我本身來舉例 本人今年 雖然我都號稱我25歲 但我真實是40幾歲 那40幾歲的時候在過去 你不要說在過去 當我們在開同學會在幹嘛的時候 人家都會說 你小孩幾歲啊 我想說我連嘎爪都沒有 我拿來的小孩 就是會有一種 好像會有一種 但我覺得現在這個年代 對我們來說是蠻友善的 不像以前啊 或者在某個地方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們 我年輕的時候 大概20幾歲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新加坡有很多 那個大的教會 那我們都會去參訪啊 特別他們年輕人 也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這樣 那我記得我的朋友 那時候也才20出頭快30 沒有出頭 20底快30 然後他就去到那個 城市豐收教會 那邊去實習 他們那邊有個神學院 然後很多年輕人 20到30大家都在那邊 然後大概各國啊 還有他們自己本身 都有很多人在那邊學習 然後他才快30喔 快30喔 然後一去就說 姊姊 你男朋友 你老公 你還沒結婚喔 我們都20出頭就先結婚啦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先成家 就能好好的為主服事了 所以我才發現 原來他30歲到那裡 已經算是有點小小的老了 這樣子 他就是一種社會壓力 或者就是一種 就像過年的時候 會有很多人很會問錢 問你的工作啊 問你的婚姻狀態啊 家人不是都會這樣嗎 所以社會有社會的期望跟壓力這樣 然後政治啊 經濟的變動 這也是一種壓力 像最近有某知名政治人物 然後就有那個 就有法律的問題嘛 那支持他的人就在底下 你知道他們有些人就開始有一些壓力 然後當那個人確定可能不抗告 要被怎樣的時候就底下要砍落淚 好像覺得這社會的正義公益全沒了 我沒有要 我沒有覺得OK或不OK 我只是在表達 這政治也會是某些人的壓力 好那社群媒體也是現在的人所面對到的 因為為什麼划社群媒體會有壓力呢 因為你會怕你的隱私被看見啊 還有比較啊 那有些人會說 我怕隱私被看見我還幹嘛PO 其實他本來PO也還好 但是就是有些人會從人家PO的當中 去對號入座或者寫些什麼 所以社群媒體 現在也成為很多人的焦慮 是我要有社群媒體好呢 還是不要有社群媒體 這也是一種壓力啊 因為當你決定我 如果要減少這些跟人家的比較和過度的曝光 我不要好了 可是很多人都會說 那我怎麼聯繫你 那你是用Line嗎 還是你用什麼呢 你要怎麼聯繫呢 所以沒有也有沒有的壓力 那有了之後有比較的壓力 滑一滑 你不要滑就好了 但滑了又喜歡看 看了又覺得 蛤 為什麼他都可以去吃好吃的 蛤 為什麼他可以出去玩 蛤 怎樣 就有很多的這一類哦 再來 我們的信仰 有時候也會帶給我們壓力 信仰的衝突 大部分台灣來說 基督教並不是主要的 我們大概現在的 信主比例是10% 100個台灣人裡面10個基督徒 所以你一定會有面對到信仰的碰撞 跟你的親朋好友 然後或者是你在教會裡頭 多多少少也會有些壓力 神的可能或者在你自己跟神的一個關係裡面 我是不是應該做這個 神才會多愛我一點 或者我是不是我信了主了 我是不是就不能怎樣 這些都是一些壓力源 然後第七就是關鍵時刻壓力的來源 比如說重大的決策 你要選擇學校 最近才考試完嘛 然後你是不是在轉職的過程當中 要不要結婚 重大的決策還有意外事件 你必須馬上做一些的決定 這些都是你正在面對的壓力 那你的壓力從哪裡來 大家可以稍微來看一下 那剛剛就像我們所提的 你的壓力來源很多時候 也就是你所在意之處 但我們要怎麼樣來看 跟怎麼樣來面對呢 一般人的錯誤的塑壓方式 通常就是你有聽過嗎 就暴飲暴食 或者是陶貝問題 當作沒件事 一直狂睡覺 這也是一種 再來就是情緒的爆發 用憤怒 用憤怒的方式來解決 或者過度沉迷於娛樂 我覺得就是一種癮 我那時候念神學院的時候 我那時候念神學院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通常就是念三年 但是那時候我的神學院是有念兩年的 但兩年的話課就會比較壓縮 然後東西就會很多這樣 可是那時候我的想法是 因為我很年輕就去念 我想要早點念 早點出來歷練 因為我覺得理論有累積可以 但是實際的 墓會 實際的跟人的相處 實際的活出神的信仰很重要 所以我就選擇讀兩年 我們全班也只有我一個人念兩年 然後我想說沒問題的 我一定可以的 結果沒有不可以 因為那個課壓縮到一種 我覺得我的作業 就是我們院長的課是最重的 所以如果一個學期有他一門課就了不起 但因為我選了兩年 所以我就一個學期有他兩門課 然後他作業之多 於是我的紓解方式就是一個癮 什麼癮呢 我的紓解方式就是拿著我的信用卡 到百貨公司 刷刷刷刷刷刷 大家可能會覺得哇塞 那你也要很多錢 我當時沒想那麼多 就是刷到底就對了 但是正如加大太書六章八節所說的 來 我們可以唸一下嗎 六章八節 字語一點小 但看得到嗎 可以 來 請 順著肉體撒種的 必從肉體收敗壞 順著聖靈撒種的 必從聖靈收永生 你知道不管是你上面的上述哪一些 包括什麼自責和否定 讓自己陷入負面的情緒裡 或者濫用酒精的藥物 你最後種什麼就收什麼 我並不會花了那些錢之後 一時的得到了好像覺得我爽了 但是接下來帳單來了 我本來只有讀書的壓力 現在還有一個什麼還債的壓力 以至於我最好笑的是有一次 我常跟人家講 那時候我的口袋就只有十塊錢 然後我很愛吃蛋塔 然後我就走 我就剛好經過了一家麵包店 我想有蛋塔耶 但不知何時從十塊漲到十二塊 可是我口袋只有十塊 然後我就真的很像那種小朋友 然後就看著那個玻璃的那個鏡子前面 然後就這樣 然後我期待老闆看了我 會不會覺得我很可憐 然後就願意走出來 就是那是電視情節啦 大家不要亂被騙 所以我最後就是拿著我的十塊錢 還是慢慢的回家去沒有吃到蛋塔這樣 所以如果你是錯誤的紓壓方式 其實你沒有辦法得到任何的解決 而且當你錯誤的紓壓方式之後 你接下來就要面對這個紓壓方式後的大壓力 因為不管是哪一種 你可能就會有身體上的壓力 暴飲暴食 最後要面對你身體沒有健康的壓力 然後濫用酒精和藥物 然後情緒 特別像你就想發怒 好 壓力來了我就想發怒 可是你要想你發怒完了 這些人你還要去收拾 你不會說這些人被你發完脾氣之後 還在那邊 辛苦你了 剛剛生氣很辛苦對不對 秀秀不知道誰會理你啊 你發完了怒氣之後 不好意思打斷了人際關係 你就要再繼續有修復人際關係的壓力 但你也可以說那本人就不要朋友 那也可以 你就面對沒有朋友的壓力 心事無處講的壓力 所以錯誤的方式 沒有辦法讓我們得到真正的解決和面對 那我們就來看 在神的裡面我們要怎麼做 第一個我們重新定義壓力 它是一次成長的機會 殺不死我的死我更強大 重新定義它 當每次面對到一個壓力來的時候 我們重新去思考這個壓力能帶給我什麼成長 我們先往上去想 偏不要馬上說壓力來了 壓力怎樣 你要 你就可以去 你當然你可以最好的一個方式 你就是選擇那我不要 我什麼都不要 但是經過了一年兩年三年 然後你回頭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其實你現在 特別在你求學的階段裡面 也許有些老師會常常讓你覺得非常的有壓力 然後你最怕上他的課 可是如果你現在回頭看 你學習最好的是不是就那一門課 仔細想想還好有它 我現在常仔細想想 還好有我那時候堅持 堅持在主日學的服飾 應該是說 因為這個主日學的服飾是幫助我站在台上 那我必須說我的性格有兩個 兩個就是你們現在完全已經看不出在我生命當中有的 第一個其實我有色恐 就是我喜歡自己在家裡面自己講話 但我的色恐可能來自於 我對外表上面的非常的否定 這是我小時候的另外一個故事 很胖 然後很常被人家否定 我也因為外表被打過 就小 你知道 古小的男生屁屁的 然後就說誰這樣長得胖就打了我 然後還叫別人一起揍我 我想說 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是蠻好笑的 但是我就是活脫脫真的被霸凌 然後有女生跟男生都有 就可能說我胖 嘲笑 就我的性格是非常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對於站在跟人講話這件事 我其實是有色恐 那你既然有色恐 更不用遑論你要在台上講話的 那結巴的程度之高 然後口齒也沒有那麼的清楚 清晰 就是我有我自己的捲舌與不捲舌的系統 就是一直到現在都改不過來 我記得那一天我們這次週年慶有先制繪畫的畫展 然後他們希望就是可以掃QR Code 然後就可以知道這個畫家想要呈現什麼 那因為他們時間太少沒有可以錄 他就說那小米幫我們錄完這大概快20幅的畫這樣 但我被最後一幅畫整個完全的打敗 我錄了30遍還是失敗的 然後我就打給我童工說 我真的沒有辦法 你幫我改一個字好嗎 這個詞叫做 我到現在還是無法 但你們一定聽得懂 他就說 因為他覺得他的人生裡頭好像被一個黑暗推到了 萬 障 深 緣 然後我真的無法 因為你不可能人家這邊聽導覽 你就說 他被這個黑暗推到的 萬 障 這不行啊 所以我就 最後他們就幫我改了一個無底深淵 所以我就很快速的錄完 我用我自己的發音 所以對於在台上對於講到這件事 講故事這件事 我其實不管是從外表到話語當中 我是有非常大的一個壓力在的 可是那時候老師們 就一直不斷的鼓勵我 並且告訴我 你要相信如果神給你這個機會 它會幫助你成長 以至於我現在可以站在這裡 應該看不出我有色恐吧 那口齒發音這件事就算了 因為我想 這是留給大家成長的機會 幫助大家可以 發音都比我標準 所以呢 打不死你的 一定會使你更加的強大 所以在雅各書一章二節就告訴我們說 我的弟兄們 你們遭受各樣試煉的時候 要認為大喜樂 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 經過考驗就生 忍耐 忍耐 發揮完全的功用 你們就得以完全又完整一無所缺 所以我們重新定義壓力 給自己一個成長的機會 不要馬上就排斥它 不要馬上就覺得我不行 而是看看這件事 能帶給你什麼樣一個突破 但是的確它是要面對的嘛 那你就算你定義好它了之後 接下來呢 你就會開始有一些情緒的產生 就算你知道 這是一個成長的好機會 但是你的情緒就是可能呈現在一種 很不爽 甚至不開心 或者很懼怕很焦慮的裡頭 試圖地依靠神來制服你的消極情緒 然後抓緊情緒馬的江神 我們沒有騎過馬 我知道 但是我們至少在電視上看過人家騎馬吧 馬跑起來是快的嘛 馬跑起來是很棒很厲害的嘛 那為什麼要加那個馬的江神呢 就是因為要能控制它 我們人在上面才會是安全的 它要是可以被控制的 它要是不能控制的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一些古代片 然後他們為了要讓上面的最馬 就會讓這些馬不受控制 然後最後就會最矮啊各方面啊 有看過這一類的古代片 有齁 感覺大家有在看劇吧 有齁 不會只有我在看齁 好 那就好 好的 所以呢 我們就像 我們的情緒就像那匹馬 它是要可以被控制的 當你定義它了 你知道這是一個成長的機會了 裡面會有各樣的情緒是正常的 我相信不會有很多人遇到壓力的時候 太好了 壓力來了 我真喜歡壓力 它應該有病 好的 那我回過頭來 我們就會有焦慮 緊張 憤怒 甚至是一些覺得我幹嘛一定要這樣 但是這些情緒沒有辦法讓你往前 所以你必須要把它管理好 怎麼樣管理呢 在真言十六章三十二節就告訴我們說 不輕易發怒的勝過勇士 控制自己脾氣的強如取成 可見我們的脾氣如果我們能控制得當 是多麼棒的一件事喔 然後呢 菲利比書的四章六節到七節 菲利比書的四章六節到七節 我覺得這個很棒 我們可以一起來念琴 應當一無掛慮 只要凡事借著祷告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神所賜那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 並在基督耶穌里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福音的大能是能幫助我們來掌控自己的情緒的 這也跟我們等一下的第三點有關係 第三點是什麼 因此你要去領受從神而來的話 你有情緒是很正常的 我們在聖心裡面看到大衛 大衛他的生命裡頭有 絕大部分他都處在壓力的裡面 他被扫羅追殺 然後呢當了王兒之後 他所要面對的有各式各樣的壓力 其實他被追殺的次數非常的多 還包括他後來他的兒子亞沙龍 管理國家 我相信大衛是一個常常處在一個壓力的一個狀態裡面 那他是 但是呢神卻說大衛是一個合神心意的人 那從哪裡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最主要就是他所寫的詩篇 但如果你仔細看過詩篇 你會發現詩篇裡面是各樣的情緒都有喔 哭嚎的情緒 憤怒的情緒 他憤怒的情緒甚至可以到咒詛的地步 所以大衛從來沒有在掩飾他的情緒過 可是他學習一件事 他把他的情緒帶到主的面前來 他不是發現在旁邊 或者發現在人的這些 因為他知道這些並沒有辦法帶給他真實的幫助 可是透過他在詩篇裡面所寫的 鼓勵大家可以特別去看 你就可以發現他罵人 只可以狠到一種類似爵子爵孫 然後生孩子眉屁眼的一個狀態喔 他是真的當他憤怒的時候 然後當他哀求的時候 他也是可以寫到住啊 我就爐在深淵裡頭 我們就不要講那兩字 就在深淵裡面 他是可以有各式各樣的情緒在這裡頭 他完全的對準神喔 所以呢 與其喝心靈雞湯 有些人很喜歡滑那種就是一句話兩句話 我並不是說那些雞湯好像都很不OK 但是神的話語就是我們生命中最大的幫助和祝福 所以不如打開糧倉 那糧倉就是神的話 所以在羅馬書12章2節告訴我們說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叫你們查驗何為神的善良 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以賽亞書第40章31節告訴我們說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怎樣 必重新得利 他們必如影展翅上騰 奔跑不困倦 行走卻不疲乏 神的話語直接成為你的力量 所以當你在面對說 第二節點說 我要怎麼樣制服我消極的情緒 其實就是回到神的裡面 你說真的要自我控制嗎 有時候那個憤怒跟憂鬱一出來的時候 你完全無法 但這時候當下給自己一點安靜的時間 回到神的面前來 來領受神的話語 當神的話語成為的幫助和力量的時候 你會重新的看待這份壓力 你要怎麼去面對 你要怎麼去突破 而且當這個壓力 當你選擇跟神的時候 你裡面就會很清楚知道 你不是一個人 這很重要 因為他才能給你真的是 而且在神的裡面有屬天的智慧 有超過你的方法能解決的 所以信心來領受能力 用神的話語來轉換你的思想 從第一個當我面對壓力的時候 我重新定義他 這是一個成長的機會 到第二步 我要開始面對我這裡面 這些不好的情緒 而這些不好的情緒 就是讓我抓緊神的話語 來改變他 來控制他 而接下來 保持一個感恩的態度 即便你已經到了第三步了 我也必須說 壓力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它不一定是當下馬上就可以解決的 有時候這個壓力是我們一直處著的 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頭 就像譬如說你在工作職場上 你就是有一些人際關係上面的一些衝突 並不會說 好我現在知道這是我一個成長的 然後呢我 禱告神聖也給我話語了 然後他就不見了 立馬改變了 他突然間隔天就跑來跟我說 我覺得我應該要跟你好好地相處 這基本上通常是不太可能 或者他就自己離職了 這也大部分都不會 比較多都是你離職 因為我直接斷開這個壓力源 或者你就是跟老闆有壓力 那你就兩條路啊 你到底是要叫老闆改還是你改 不然還是叫老闆走還是你走 最快處理方式 禱告完就是你整個離開 可是他不是面對跟解決的最好方法 而是你如何在這過程裡頭 你不斷地去依靠神 來用神的眼光來看待這一些人事物 所以保持一個感恩的態度 相信神有他最美好的安排 這是一個很幫助我們的一個關鍵 在鐵上諾伊加前書的五章十六 節到十八節就說 讓我們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 事情就真的會照你這樣所做 可是當你開始學習感恩 學習用神的眼光來看 你會去發現事情當中的不一樣 跟你發現人事物當中的不同 雖然我必須要說它不容易 但是它是一個提醒告訴我們說 要保持一個感恩的態度 那接下來我們不只因為有神跟我們在一起 我們不是一個人 而我們真的要去尋求團隊 我們無法一個人的生活 所以讓團隊成為的力量 一乘以一萬次它還是一友 所以在傳道書四章九節有告訴我們說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 他們勞碌同德美好的報場 然後第四章的也告訴我們說 若是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倘若孤生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 這人就有貨了 在你的生活當中 你的生命的壓力裡 你可以尋找同伴與你一同來扶持 也許你可以去找到有些人跟你一樣的 就像你會發現有些像 我們如果看電視啊 或者我們看什麼 就會有那種互助會 比如說酒飲的啦 然後借飲的 但我也不是說 我們現在要去參加這種互助會 而是其實我們在教會的小組 或者我們的一些好的同伴 但我要先講 為什麼要講好的同伴 並不是說朋友要分好或壞 你要知道有些人 他們不是好壞的問題 就是他們的生命歷程呢 跟他們能想到的解決方法 基本上是跟你一樣的 然後他們可能也沒有信仰在他們裡面 所以呢 當你說你很有壓力的時候 他只會跟你說 來喝一杯啊 然後喝完了就還是這樣 不是有些餐廳就會寫說 如果有吃一頓飯不能解決的 那就幹嘛 吃兩頓飯啊 但問題是 那兩頓飯沒解決呢 他就會告訴你吃三頓飯啊 但他是解決壓力的問題嗎 不是 他是餐廳的一個宣傳語 所以你要去找到那些也許 你知道他也許也在面對跟你一樣的壓力 或者他曾經走過 就像我那時候生命當中 有一段時間我開始經歷到所謂 應該不能說什麼叫開始經歷到工作上的壓力 因為我常說我人生只有第一份工作就是牧者 傳道人 所以也許我有教會的工作的壓力 但是我不太了解大家平常的工作是長什麼樣 所以我後來就去創業 但我現在我那時候才發現創業原來有這麼大的壓力 有財務的壓力啊 我還記得有兩三個月那時候好緊好緊 然後隔天要發薪水的時候 就沒有錢 然後我就是一直在禱告說 主啊 我就自己在幻想說 我會不會禱告禱告 然後就撿到一大筆錢 我就可以去付薪水 對 我自然從頭到尾都知道自己在幻想 但是他金錢的壓力就是好大在我的裡面 然後當然後來我還是都有想一些法治把它解決 可是就是有很多的壓力在裡頭 但這時候我就不會去找一個家庭主婦來分享我的 我會去找 因為我們創業就會有那個創業小劇 其實我們那時候是有一個創業的小劇集這樣 所以裡頭的人都是就是一樣跟我一樣 就是從頭開始做的 那我們所經歷到的東西面對的壓力 就會差不多或者他們可以理解 所以特別在這裡想提到的說 你要找的是找對夥伴很重要 那當然我們現在在教會裡有信仰的夥伴更重要 那信仰的夥伴就套脫 不管是創業或者是婚姻或各方面 而是他會學習帶著你來到神的面前 陪著你一起來面對這樣的一個壓力 所以尋求信仰生活的夥伴的來支持 可以讓我們在壓力中不孤單 而且有時候最重要的是他會突破你的 不是突破你的盲腸喔 還會突破你的盲點 我現在越來越覺得就是 人只要有時候一突破盲點 就真的會發現其實那也沒什麼 就像以前我跟我哥哥 我很喜歡我哥哥 但我哥哥就是屬於身性比較 還好他不會看直播 他就是身性比較冷淡一點的 所以我都會自己要去跟他講話 不然我就怕他不太理我這樣 然後我就會每次都很掙扎 然後又怕講的話他不喜歡 不愛聽就不說話這樣 所以有時候就自己給自己莫名的壓力 然後有一次就跟我朋友提起來 我說我每次要跟他講話都要想很多 因為怕他就不想要再跟我講話了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朋友突然間看我說 那你不跟他講話的時候他會跟你講話嗎 我說不會啊 因為他都蠻忙的 然後他也不知道要跟我講什麼 他說那就對啦 以後你也不用想什麼 他就算他不愛聽 也是回到之前就是沒有跟你講話而已啊 那也沒有回到更 就是也沒有更不好 所以你就繼續講 就自己講 講你想講的 你不用每次在想你要講些什麼 因為反正你不找他 他也不會找你 所以你開心就好 我想說也對齁 我在那邊怕說他從此就不跟我講話了 但是一直以來就是 我如果沒跟他講話 他也不會跟我講話 所以有差嗎 沒差 就我花很多時間在製造一種 我要開什麼樣的話題 我要講什麼樣的 然後什麼樣的這種壓力 後來我就發現我自由自在的時候 他也就自由自在 但是屬於年輕的時候 他現在沒有這樣 他現在沒有 他今年我生日的時候 他還傳個微信給我 因為我哥在中國工作 傳個微信說 妹生日快樂喔 就短短幾句話 這也是我們三個月來的 他唯一主動的一次跟我講話 但我也就開心了 好的 所以要尋求你要有團隊 你不要自己來面對 因為很多的壓力的來源也在於 你其實不知道怎麼去分享 就像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它會成為你的壓力就是因為你在意 那這些的在意 很多時候是不是也是你過多強壓在你自己身上的 而透過你跟人一起的分享 你會看見不只生命中的這些的盲點以外 你們可以彼此的扶持不孤單 而最後你就可以完成升級的儀式 什麼意思呢 就是當這些壓力源過了之後 或者當你可以跟他自處的時候 當你可以坦然 坦然 當你可以 謝謝大家 當你可以這樣來面對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想你學習到了什麼 下次你就不會再白白的受苦 舉例來說 像我那個時候面對客業壓力的時候 我就去刷卡 然後之後又加上了財務的壓力 那我學習了什麼呢 就是不要亂刷卡 就是這樣做金錢好管家 之後我就把卡直接剪掉 因為我怕我情緒來的時候來不及控制 所以我直接剪掉它沒有卡是最棒的一件事 那客業壓力我就回到前面我跟我的夥伴們 我跟我學校的同學們 我們大家一起彼此分擔 然後我也坦白的跟老師說 老師我雖然選擇兩年讀完它 但你的課業真的太重了 可以給我一點恩典嗎 後來老師就有專門為我調配了屬於我的菜單這樣 但過去可能對於我要去做這件事 我會覺得也不行做 因為我有一種形象上的壓力 而我形象上的壓力就是要維持我很厲害 我很美 我很優雅 所以我不敢跟老師說 老師其實我寫不完 老師我其實做不出來 老師我覺得當我學的 我說我不行或不能的這兩件事 會讓我的生命中好像可以蓋上一個 一個失敗的一個點 我越認識我自己才發現 我原來那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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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強 有點到一種病態的狀態 但我現在學習在跟自己來共處 就是有些事情我要學習 我就是真的不會要勇於的去開口跟承認 所以我們來看 其實約瑟的一生呢 他其實也是在一個壓力源的一個裡頭 他應該從一開始的壓力源就是被排擠的壓力 因為他的哥哥們都不在意 所以他才會有一系列 約瑟的故事很簡單的來說就是 神使用這個孩子 所以他從小就能做異夢 可能也建議一下 那也是一個很做事很認真也很討喜的 那剛好爸爸也非常的喜歡他 也因為爸爸的偏愛給了他一個彩衣 所以呢哥哥們就非常的討厭他 而這時候呢因為哥哥們討厭他 尋了一個機會就把他賣到埃及去了 那埃及之後他就成為一個奴隸 那他在奴隸在管家的過程當中 因為神與他同在 所以那個波堤法那個官長就非常的信任他 除了老婆跟他以外 所有的一切都交給約瑟來管理 但這時候約瑟又遇到了一個容貌壓力 他不是容貌交流喔 就是因為他長得太帥 所以呢那個女主人就寄予了他 然後硬要跟他做一些不好說的事 那他不肯 他不肯就範 他覺得他人生要做 堅持要做對的事情 我們就先不用姑且不用論 女主人長得漂亮或不漂亮 我記得我跟小朋友講這些故事的時候 現在小朋友真的好找熟喔 他說老師我知道他為什麼不願意 因為那個女生長得不好看 我說這無關於好看與不好看與否 就算好看他也不能做件事 他說也是喔這樣喔 那回過頭來他在面對他要怎麼樣堅持做對的事情的壓力 因此就是因為他做了對的事情了 於是他被陷害了被丟到監獄裡頭了 從聖經來看他在監獄裡至少又待了一個至少十年左右 他整個命運蠻乖傳的 從十七歲被賣到最後成為埃及的宰相是四十歲 他這過程當中都在許許多多面對生存的壓力 人際關係的壓力工作這些都有的 後來他到了監獄裡頭也因為神與他同在 所以他甚至連獄竹都讓他來管理這整個監獄裡面的事情 那他後來出來的契機就是為兩位館長解夢 也解得非常的正確 但是出去之後館長也是忘了他 所以他又繼續被關在牢裡面 也不知道 我相信他有對未來茫然的壓力 一種他覺得他還有未來嘛 可是他也沒有去想這件事 他就在監獄裡面繼續的與神同工 然後之後法老做了夢沒有人可以解 然後曾經被他解夢的館長就想到了他 於是把他提出監獄裡 他也幫法老解了夢 而解了這個夢之後法老覺得他裡面有神的靈 是非常的聰明的 於是他被提為宰相 那是一個傳奇的人生 這真的就是戲劇 戲劇人生 真實真的有人遇到這樣也是真的蠻精彩的 於是他就被提起來成為了一個埃及的宰相 然後管理了許許多多的人事物這樣 那特別他那時候管理食物 糧倉 因為預言會有七年大饑荒 也是因為這樣的機會 他的哥哥們 爸爸們又再次的跟他相認 然後找到了他 然後這時候有沒有記得他講過一句 很著名的一句話 那時候他哥哥找到他的時候是非常的害怕的 因為想說完蛋了 我們過去這樣對他 我們一定等一下會被他報復 可是呢 約瑟卻對他們說 你們豈不知這是神的一個帶領 就是為了存留我的生命 讓我可以走過這一招 然後讓神的美好旨意可以成就 你們如今才有糧食可以吃 如果他不在那個位置上 這些以色列人未必會得救 但是就是因為他在位置上 他管理好這所有的一切 他不只拯救了埃及人 也拯救了當時在許多在饥荒中的 不管是各地的百姓 包含著以色列人 所以他說你言之這不是神的旨意呢 是神的安排和帶領 他就是那個重新定義壓力的人 他把生命中的每個壓力 轉換成依靠神的動力 姑且不論生命的成長與否 而是當我們就得面對壓力了 我們必須很坦白面對一件事 你可以不要這個壓力 但壓力還是會緊跟隨你 人生活在這世上就是有 不管是生存 生活 人際關係 工作 各樣的無時無刻都有壓力的存在 但讓我們一同來轉化 成為一個追求神的動力 讓神的話語更多的在我們的生命裡頭 你最在意的那些點是什麼 讓神跟著你一起來面對 但也提醒當你的壓力過頭過大的時候 是不是你在意這件事也在意了過頭 你在意大到他也大過於神了 有些人的壓力大到大過於所有的一切 他覺得他好像生命的指望都沒有了 可是真的反觀回去 是不是他也把這些放在神的面前 你最在意的是什麼 後面的冒號是給你們填的 我不知道你們每個人在面對生活的壓力是什麼 我們也都不會只是單一個面向 也許剛有1到7的時候已經有人全部都說 我7個都有 也許或多或少 或大或小 不管年紀輕 不管年長 都會有生命中的壓力 你最在意的是什麼 但神最在意的是你 你在意些什麼 你可以在這一次的信息回去之後去想一想 但不要忘記神在意你 祂要帶領你一起來度過 放下你生命中這一些 應該不能說放下 因為它就是你必須去面對的事物 但是把它帶到主的面前來 讓神跟你一起來同工 在馬太福音11章28節 我們一起來念琴 凡 勞苦 擔 重擔的人 都可以到這裡來 我要使你們得 繼續往下 我心裡柔和 謙卑 你們當負我的惡 我學習 這樣你們的心靈就必得安息 讓我們一起來到神的面前來 生命中或大或小的 許許多的壓力 讓我們學習來仰望我們的神 讓神帶領我們一起來度過 不是讓祂大過於我們的神 也不是要一直說 我的壓力有多少 有多少 你一直說祂還是在那裡 或者你用各式各樣的方法逃避祂 祂也還在那裡 倒不如我們轉換成追求神的動力 來到主的面前 並且不要忘記 神在意你 神樂意你的生命 經歷祂 透過這些的壓力 推動著你 跟我們的神 更加的連結在一起 好不好 這時候我們一起來禱告 我們求神來